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台湾向前行 我是刘品威 2020选战倒数77天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在昨天晚间他又抛出了新的证件 他说所有的大学生研究生要出国交换 所有的费用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被质疑说是不是又在开拔蜡票呢 那么另外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他代夫出征出访东南亚 喊话韩国瑜当总统 他要来调整克纲 还强调没有贪婪的妻子 就没有贪污的先生 至于国民党内的部分 不分区立委的提名 现在持续上演的是无寒角力战 传出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坚持 至少要提五席的韩家军 那么最后是民进党的部分 蔡英文跟赖清德 今天下午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台南分进合集 那么传了好久的蔡赖配 什么时候宣布 我们稍后要带您一一来分析 好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台北市议员江志明 各位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继续介绍的是 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评委好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是在我左手边的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 财经作家徐清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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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介绍是韩办发言人 同时也是新北市议员 议员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首先今天的政治焦点 我们继续来关心韩国瑜喊话说 要解决所有大学生出国交换的费用 我们来看完整的报道 我会鼓励所有台湾大学生 以及研究所的硕士生 一定要有一年到国外当交换学生 韩国瑜云林青年后援会成立 他致辞时再开大支票 所有的费用 我身为总统的话 我一定会想办法 帮我们大学生 研究所的硕士来解决 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跟国际接轨 大家说好不好 交换费用全包办 韩国瑜画大饼想抢他缺乏的青年票 就不知道学生买不买单 会做不到的几率蛮大 为什么觉得蛮大呢 因为他高雄市长当一年 就说走就走 会吸引但是不至于投给他 是怕他讲出来但做不到吗 也有这个考量 连学生都持保留态度 因为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大学生研究生有104万人 韩国瑜所谓费用 以生活费学费一年至少10万来算 也要1040亿 钱从哪来立委质疑 难道也跟数位故宫一样 要数位游学 基本的经费问题 学制衔接的问题 还有学生相关准备的问题 都让大家再一次看见 他只是开把拉票 要不就是用数位化的一个游学教学 吴思瑶听了直摇头 韩国瑜这张支票 可信性有多少 韩式风格 似乎先讲再说 韩国瑜昨天晚间霸气开支票 他说交换生所有的费用 他要想办法来解决 那么同时他还说要成立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基金 提供年轻人的创业机会 韩国瑜这个口号 大家先想问的是之前 有先说好的是在高雄的百亿青创基金 那么现在有网友点出来说 当初这个青创基金说好是要募集100亿 不过青年局在这个月 也就是10月成立的时候 到位的资金是3.2亿 那就被质疑说 过去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 现在又开出了新的支票 那么当然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说的 这个预算至少要1040亿 不过另外现在还有网友是帮韩国瑜来试算 是说目前全国的大专还有硕士生 那么加起来是差不多快要120万人 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出国交换的话 那么不可能每个人都出国 保守估计如果说至少100万人 大家都要出国交换 那么交换半年到一年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学期的话 至少是50万 其实是还蛮低估了 50万 而且有个人是交换一年 可能会更久 那换算下来至少有网友是推至少5000亿 那现在要请教一下专家 先请教亲黄哥 其实你自己今天也有先算过 5000亿韩国瑜说全部他来解决 那你觉得要怎么解决 因为遇到韩市长议题 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 为什么要非常谨慎呢 因为你想说韩市长之前 这个青年创业基金的100亿 他都已经这个跳票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想说开一个更大的拔拉票 这个拔拉票的规模高达上千亿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要帮他好好算一下这笔账 所以我们给各位观众朋友 观众你们看一看 如果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人他要去一年的留学的费用 假设我们算60万好了 为什么要算60万呢 因为有的地方比较贵 有的地方比较便宜嘛 所以我们盖抓一个数字就是60万 那60万假设一年的新生的人数 是20万人好了 就一个年级他是20万人 那你这样存下来呢 一年呢这个预算就要1200亿左右 所以一年因为他说每个学生 至少要一年让他去游学当交换生 那你的预算你要花钱就要1200亿 那这个1200亿我们看一下 这1200亿呢 如果你除以台湾2300万人的话 等于说每一个人要负担5217块 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如果是四个人的话 你们家就要为了大家呢 花两万块去给这些学生去游学 那这个国人越不越接受 我不知道这让大家公平 但各位可以看哦 这个预算是1200亿 我们给大家比较一下 最近呢国民党吵得很凶骂的很凶的 说这个高铁要南沿到屏东 这个预算是500亿 这个钱呢可以让高铁南沿到屏东 还可以顺便再拉到花莲去 拉到宜兰去一趟 所以各位可以觉得这个比较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那另外是全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的费用呢 一年大概是150到180亿左右 我们的101造价是580亿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这个1200亿呢 刚好盖个101盖完高铁南沿 然后再付个中小学营养午餐费用 那各位觉得钱要怎么花 哪个比较有效率 这个就让各位去公平 但是我们也要讲什么呢 讲说韩市长有说嘛 因为如果这个钱全部从国家的预算去出 哎台湾的政府基本上呢 还是要举债哦 那在举债的情况之下 我还要再塞1200亿进去 我们空间够吗 台湾能这样做吗 所以韩市长又丢了一个概念出来啊 说这个钱呢 他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说要做主权基金 那我们很多观众应该不知道什么是主权基金啊 我们给各位看几个比较类似主权基金的概念 因为他就是用国家的概念成立的基金 那什么叫主权基金 像劳退基金 退府基金 邮政基金跟劳保基金 这一些跟退休金相关的 跟邮局有关的 那个也都是主权基金 但是 人家那个上面为什么打叉叉叉叉 退劳退基金是退休金用的 不是拿来给你付出去邮学的钱用的 这个钱不可能用在这上面嘛 所以你钱是不是要另外找 所以之前有人呢 主张说 啊这就拿 我们中央银行的外汇存底啊 不是大家都说外汇存底 四千六百八十一美金 很多嘛 可是各位去看一看哦 那四千六百八十一亿 不是说全部都可以让你这样花哦 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的钱哦 扣掉之后 你剩下才一千亿上下而已哦 这个钱呢 你说要拿去 赚到可以付这个一千两百亿 一千两百亿 一千两百亿 基本上是不够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支票开出来呢 他在台湾变成芭拉票的这个机会呢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剩下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机会呢 我觉得要看韩市长 有没有什么突发奇想的点子 但问题在于说 当他今天把这个支票丢出来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怎么讲 你看 马上在这个网路上面传播 脸书分享金榜上面 他变第一名耶 你有没有看到 第一名的新闻 大家分享的是 只要当韩国瑜当总统 大学生免费国外留学一年 可是你要想说 大家是用正面的角度看他 还是负面的角度看他 对不起 大部分的人是用负面的角度看他 因为认为他是芭拉票的机会比较高 第二个是 难道有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人 他都需要出国去留学游学吗 那这样子你把我们的技职放到哪里去了 所以变成说 这个政策 他所提出来的完善度 显然我们认为 韩市长评估的不够完整 那这个情况呢 就会让人很难不去联想到 韩市长 你会不会又把留学游学的议题 当做跟故宫的议题一样 当做跟盖森旗台的一样 就是你的讲话速度又太快了一点 当一丢出来之后呢 今天很多人要去帮你援 钱要从哪里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最急着要帮韩市长辩护的是谁 一定都是韩粉 可是我也要提醒韩粉们 对于韩市长 如果开出来有些支票 太夸张或是太超现实 超现实就是你觉得 这根本很难做到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急着帮韩市长辩护 因为我们都知道 昨天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去攻击 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叫谢正武 结果攻击到了谢竹武 那么这个事情呢 马上变成在台湾的一件什么呢 很有喜感的笑话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哦 在过去这24小时内 台湾的社群标签 就是大家关心哪些新闻 会贴的标签 第一名跟第二名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名叫做谢正武 第二名叫做谢竹武 这两个都比我们的书院长来得高 但这就告诉你一件事 大家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把它当偏负面的笑话新闻来看啊 那这样的状况 对韩市长的选情真的是好事吗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请韩市长跟韩粉哦 你们在丢政策 还有护航政策的时候呢 可能要先多想一想 好继续邀请教一下议员 其实刚刚金黄哥也讲到这个主题 其实我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们在议会 在审议算的时候 他说如果这5000亿 或是1000多亿 就是上千亿这样的预算 全部只是给 不含中小学那些啊 只是给大学生 还有硕士生来出国交换 就要上千亿 这样议员你觉得有可能吗 因为我先回想 刚刚我们新黄兄讲的 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可能性 就是太平岛挖到石油 那我们再看看 他在 韩市长他在选 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那么他乱开支票 他就是说太平岛 如果挖到石油 类似像太平岛挖到石油 这样的支票 他都敢开 那他现在乱开支票 那天马行空 有什么了不起呢 但是以我的观察来讲 我认为 韩市长他现在 他所提的很多选举的支票 其实很多啊 好像都是他年轻时候 的一些生活经验 那我们再看过去他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 三四十年前 那时候 大学生跟研究生比较少 那时候如果 他们要补助他们出国 其实这是可能性 因为那时候人数少嘛 但是你换算到三四十年后的今天 有可能吗 那真的是 刚刚新皇兄算得非常 非常的清楚 这根本就都是天皇室数字嘛 所以基本上 其实韩国瑜 现在他所提的各项 支票 选举的政见 其实基本上啊 都是跟现实脱节的 他好像还活在 蒋经国时代 那个年代的事情 你看他在提 这个升旗台的事情 在高山上设升旗台 大家去想一想 大家现在都希望 整个的山林 大家能够保持原貌 能够尽量的去减少一些建设 或去破坏它 大家都整个环保的意识 大家抬头 大家希望它保持到原貌 大家还记不记得 金门县那边 有一个大石头 刻着无望再举 这就是蒋经国时代 他们所刻的这个 无望再举 你今天如果在玉山 在任何什么大武山 找一块大石头 你把它刻一个台湾加油 我爱中华 那你不会骂死吗 所以我觉得 再来你看 他在讲那个 他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去中央银行 看到那个金块 什么变率 当然黄金会不会变率 化学系的专家 已经清楚地打脸 但是以30年后的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任何的厨师的技术也好 通风的技术也好 这个维持恒温的技术也好 现在要保持 要保存这些黄金 有什么困难呢 没有什么困难嘛 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言论 你看都是他过去 年轻时候的记忆 那其实啊 跟现代 真的都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 看到他的一些韩粉 都是一些 这个老婆婆 老妈妈们 所以他们 韩国瑜所提出来的证件 其实跟他们的记忆 是非常符合的 所以韩国瑜 能够打动他们心 所以会有 不但有一群的 始终的 韩粉的支持者 始终的跟随他 就是大家共同 都活在年轻的记忆 其实 那些都是跟现实 跟现在 是完全脱节的 所以今天 韩国瑜 他所讲的 任何一句话 我觉得听一听就好 但是反而今天 我们比较纳闷的 选举 刚刚主持人 已经剩下77天 其实现在一个 总统候选人 他每到一个地方 形成的设计 都要非常的谨慎 甚至于 他今天所讲的 每一句话 都要非常的谨慎 所以都要经过设计 都要经过包装 那我们今天看到 他从南开始起飞 从南开始起跑到现在 大家一直在批评 很多地方的大咖 都没有跟着他 去跑这些行程 是不是 这些大咖们 重要的人士 他们都已经放弃 韩国瑜了 那再来 照理讲 现在所跑的行程 都要经过设计 言论都要经过设计 我心里不经纳闷 是不是 他身边的 重要这些幕僚 重要的这些测试们 他们已经跳船了 都不管他的 让他每天 每跑一个行程 每讲一些 讲一个证件 就在闹笑话 所以我想 从现在开始 未来77天 今天韩国瑜 不论发表什么样的 发表什么样的证件 开出什么样的支票 大家听一听 当作笑话 看一看就好 张一元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韩国瑜 他现在很多是韩粉 是阿伯阿嬷阿公这种 那当然他现在提出了 这个出国交换的证件 很明显是要来 补足他比较不足的 年轻族群这一块 当然之前 也有一份民调说 韩国瑜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几乎是零 那韩国瑜现在 抛出这张证件 其实昆城议员 你在基层应该也接触很多青年 其实现在大家出国是很普遍 几乎每个学生 大学生都会想要出国交换 这一张支票真的会吸引到那些 想要交换的年轻人 就是我看到韩国瑜这样讲 我就会想要投给他吗 不会啊 我看访问很多年轻人 觉得说不可行嘛 认为是笑话跟空话 如果他今天在当高雄市市长 提了很多证件 都有实行的话 比如说像青年局 要有什么青年百亿基金 创业基金 然后如果真的有实行的话 那或许民众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可能性 可是现在不是嘛 他讲的任何的东西都跳票 所以我看青王很认真 在帮他算说 需要多少钱 我感觉变成他认真了 杀你送 送韩国瑜就可以了 就是八乐票 因为就是八乐票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八乐票开出来 大家会讨论 然后像你说这个脸书 或是网路上 大家要讨论 这些有争议性 有争议性 有趣 那大家变成说在嘲笑 那可是这个可能对韩国瑜来讲 它可能是另外一种 这个选举的方法 就是说我今天不管讲什么东西 我就是有争议性 有话题性 这个东西先出来再说 那我讲说这个什么 让交换学生一年出去 然后花多少钱 不管 反正先让大家去讨论 在网络上去讨论 PTT上面去讨论 就有话题性了 那对于韩国来讲 他现在是最怕说 没有人注意到他 所以他先到每个地方 然后讲出那些 像这个故宫要一次把他展出来 然后在这个高山做升旗台 就我们一般有尝试的人觉得说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很少会从我们嘴巴里面讲出来 可是他讲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讲说哪有可能他开始在讨论 那可是现在的话题就围造说 韩国提出的这些政策 到底可不可行 到底能不能实践 可是我老实讲 从他要选高雄市长到现在 其实他所开的任何支票都是巴拉票 如果他所开的支票都是巴拉票的话 到现在其实我们也不用太在意说 到底如果让每位学生出国游学 到底要花多少钱 因为对韩国来讲 第一个没有当选的可能性 讨论这也不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 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跳票 在高雄所讲的东西都已经跳票了 那何况说他现在所讲的东西继续跳 所以很多人现在讲说 这个韩国瑜这个国政顾问团 现在变成国政善后团 然后张善政改名叫张善后 因为开始就是要帮这个韩国瑜来圆说 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都跳票 所以其实对于韩国瑜来讲 真的他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就是当作一般 我们去公团还是去市场笑谈 就觉得说听起来好笑笑一笑 真的不用太认真 去针对他的这个所有的 所开出来的支票去评论 因为像现在你说这个有人讲说 那讲这个故宫的展览 一次性的展览 他认为是笑话 然后现在这个学生出去游学 那会不会说这个展览是数位展览 然后游学变成是数位游学 我们可能在家里看video这样子而已 所以很多韩国瑜东西真的都已经跳票了 那剩下77天 我是觉得说大家真的有不用太在意说 韩国瑜在讲什么东西 因为他现在就是很怕说大家没有在重视他 忽略他 这个他所讲的任何东西 可是他现在就是下蒙药 有点很像是这个使马当活马医 这个使鱼当活鱼医 那就是讲一些语不敬人使不休 让他觉得说有话题性可以讨论 但是任何的实践性完全都没有可能 其实像那时候郭台铭他所讲的 零到六岁国家养 他大时候觉得说好像要花了很多经费 可是我老实讲郭台铭他在初选所讲的很多的东西 大家好像只对这一点有点印象 其他都没有了 那所以韩国瑜讲了很多东西 大家当作笑话听一听就好了 那对于年轻族群来讲 其实年轻族群他真的是这个民调很低很低 所以我看他这个讲出来是为了特别针对年轻族群 可是你讲出来的东西 不要让年轻人觉得又是笑话一桩 为什么现在韩国瑜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很低 就是大家觉得说你讲的东西都是笑话 不可能实践的 那年轻人最讨论这些东西 就是花不识 然后不可能实践的 那你现在要用这个东西 再来骗年轻人的选票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都比你还聪明 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不可能实践 你想要提这个政策来吸引年轻人 或是说来争取年轻人选票 对年轻人族群来讲我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对我觉得议员刚刚有讲到一点点年轻人的心声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提出这个出国交换 政府全部补助的话 那我们会比较想要知道说 你想好一个方法 确切的方案 那你再来公布 可是韩国瑜他昨天晚间的感觉 比较像是他先公布了 他又说我再来想办法解决 就是这是一个先后会让我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学生 我听到这个政见 我会想说那方法是什么 需不需要申请 有没有门槛 这些通通都没有 就是大家都可以出国 而且全部政府都会出钱 他会想办法 那这就是一种 可能韩半发言人要回应一下 因为语言模式上 是不是像昆臣议员刚刚讲的 这个议题先抛出来 大家先炒热了 他再来想办法 还是说他在提出之前 有没有先跟你们讨论过 还是你们也是昨天才第一时间 跟我们同一时间知道说 他有要这个政见 他有先跟你们讨论吗 这个政治当然跟国政顾问团团都讨论 我等一下来说明 但是我觉得刚刚听到几位发言 我觉得大家评论 还是要根据事实 不然的话就会以而传而 譬如说升旗台这件事情 韩国瑜从来都没有说 每一座高山都要挂国旗 或设升旗台 绝对没有 这两天也都澄清过 更不用讲说什么弄一个石头汪在局 我觉得这太滑稽了 他的讲法 他的当天是因为有一个人发问 那个人希望在每一座高山上面挂 就设升旗台 他说不可能每一座都做了 那隔天也有补充 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 现在既有的年久失修的 现在来做修整 这是升旗台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青年基金 那他提出说是四年要100亿 那今年才第一年而已 那第一年25亿有没有做到 的确就是在市政府的时候 编了3亿 有 第一年听我讲完 第一年编3亿 然后但是他没有说 所有的预算都要市政府自己编 那市政府编了3亿 那其他还有天使基金 天使基金已经签了3加MOU 然后另外还有青年贷款的 利息是由市政府来出 所以25亿也都准备好了 然后再来其他的包括什么 这个太平导花石 这个议题也是好久以前的议题了 大家都澄清过了 他的讲法是说呢 中央来挖 那因为有些门牌是在高雄 所以如果说中央挖到石油的话呢 那高雄市可以分一杯羹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这些 这些以前这种以而传而 事情先离经清楚了 那你说双语的这个东西 该不该做 或者是说交换生这件事情 重不重要 我觉得当然重要 因为现在是国际化的社会嘛 那韩国瑜版就是希望说 很多我们的学生 能够接受到双语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提出来说 希望大学 或者是硕士 至少有一年 你有机会可以出国当交换学生 那他经费 他来想办法 那想办法不是讲说 全部由政府来出 而是说呢 比如说政府可以出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是不是可以协助你来贷款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那初步大概 我们国政顾问团 拟出来一个简单方案 在内部还在讨论当中 因为呢 现在的大学生加上硕士生 新生的部分大概三十万人左右 那乘出来可能 可能就像清皇刚刚讲的 可能需要一两千亿 那一两千亿呢 一半可能政府来编预算 那另外是贷款嘛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交换的需求嘛 因为有些人也是不会去申请 所以如果说是七成以下的话 那预算又更低了 那所以另外还会加上排负啦 所以这样算下来 我们是认为说财政是可以负担的 但我觉得不必要说 因为财政问题 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做 比如说像 民进党在推离岸丰店 因为价差的问题 就损失了九千亿耶 那刚刚清皇刚刚讲的 那个高铁难延 延到六块处 这一小段 他的效益呢 一天只有再几千人 也要花五百亿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先讨论说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那大学生跟措施生的教育重不重要 那一年交换生值不值得 如果值得的话 那大家来想办法 满足他们的梦想 那如果认为说 这个政策是可行的 那就大家请大家支持韩国瑜嘛 是 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点点重点啦 就是说 那个善后团 他们现在变成说 韩国瑜他昨天 所有费用他来负责 那当然现在我们如果要帮他去远的话 就会变成说 政府不一定会出所有的费用 他说所有费用我来想办法 对 但是你们变成说 你们现在一定要去说 这所有费用不一定都是政府嘛 一定是政府补助一部分或怎么样 所以会不会 美美姐在这个部分韩半 是不是真的会变成说 一直在帮韩国瑜 在背后帮他善后 他抛出来的一些空话 虽然不是已经都把 开宗谜定好了 善政 就是善后团嘛 在善后啊 韩国瑜的问题在这样啦 我发现他的性格比较像 你又去看实际像那种游侠型的 港欧型的 做朋友 哇 过瘾 讲话很趣味的 好高费 可是 要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不起 信口开河 清诺寡信 这是致命上 这个场景 那我想要去年 他在跟陈其迈选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常下去助学 我坦白讲 那时候就是很极端 陈其迈是一板一眼的 讲那个工业4.0 机器人 智慧导 非常认真 然后讲说我们的规划什么 政策安排是什么 预算多少钱 他太认真了 跟现场阿公阿嬷听不懂 那韩国瑜是 锤身 被锤子翻过去 我就货出去 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听得很爽 就是这样席卷的这个票 如果今天韩国瑜是一个素人 没有经过这个跳票的过程 那我必须要讲 他这种庶民式的 民粹式的语言 给你一个梦 很浅白 你一听了 给你一个梦想 有好不 有好 就好像再换一个场景 如果去年他只差一两万票落选 他今年出来选 你就会不会有一堆人 把梦想寄托在他身上 会 因为没有经过 跳票的惨痛的教训 今天韩国瑜的问题在于说 他信口开何惯了 他去年在高雄选举去问一问 有多少中间选民投票给他 有多少年轻人寄希望给他 投票给他 而现在呢 为什么年轻人大量的流走了 现在变成年轻人 大家觉得说 就像刚刚两位议员所说的 他会听到 刷刷听到就好了 年轻人知道嘛 网路信息这么发达 大家一讨论就知道 又在信口开何 所以现在必须是这样 你如果年轻朋友说要支持他 会去找找你知道吗 你如果这些会 这些好 这些公共我身体就会相信 那变成就是说 从过去的支持韩国瑜 到现在你又支持他 你根本说不出口 而且会被人家笑 因为他跳票太多 他随便讲一讲 比如说刚刚 袁芝讲的基点 马上我就可以用举个反正出来 他设法想找钱 可以啊 那我请问你 你先把高雄市 你说的话你能不能先实现 他说青年朋友 他要讲吧 青创基金吧 对吧 他说100元嘛 他说什么 他说中佣出70元 他要出30元嘛 分年来变 对不起第一年就变3亿 人家问他 他居然大骂说 大骂议员你在唱衰高雄 人家在检验你 你到底是怎么编预算的 你要怎么来执行 结果他说你正在唱衰我 他回避问题 那更不要说太平岛挖石油 他说分一杯羹 不是吧 他之前讲的多大声 高雄政府要坐庄啊 大家都贪钱啊 所以大家变成一个笑话 就是说 独虎欧到独虎欧 不然大家都交换声去了嘛 那你就说交换这个东西 那我就请问一下 政策预算有他的有限性 政策有优先顺序 我们的高教体系 有多少需要来从根本改进的 包括学用落差的问题 包括技职体系 在建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请问一下 交换学生会是优先选项吗 更不要说人家 已经都算好了嘛 你一年20万的比较生 对吧 你一年20万的学生 你只要60万交换 你一千两百元 平均一个人要负担 五千多块钱 你一个人四口之家 我每年付两万我 给国家 我问你 这不是笑话吗 那他说他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单单一个一百亿的清创基金 你说要编30亿 你编3亿 你都编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其他鬼话 那我觉得国政顾问团很倒霉 也很可怜 我老实说 我很怀疑 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商讨过 我真的很持高度的怀疑 为什么 你从一个例子就看得出来 故宫的事情 他先说 我们这个场地要大一点 扩建一点 那就是要扩建 结果被打领以后 张善政出来说 这个叫数位 不好意思 如果数位不用扩建 都不用去 大家在家用电脑看就好了 大家去博物馆是要看真品 而且循着你的余意 你就是要扩建 被打领以后 张善政就出来收拾善后 这个问题也一样 请问一下国政顾问团 我们不会去算一算吗 一千多亿 你钱要对着来 大家不会问这个问题吗 这个是政策优先性吗 怎么会先推这个东西呢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很糟糕的一点就是说 他除了自己本身 学养不足 能力不足 准备不足 专业不足之外 更要命的是 因为他信口开河馆了 他而且是一个 有限的经验主义者 比如说他为什么 一直讲双语教育 很简单 因为他们家 就是开维多利亚贵族学校 所以他这已经选 他为什么一直讲农产 很简单 因为他做过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对不起 你家开这种贵族学校 不代表台湾的高教体系 重点就在这个东西 你当过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不代表台湾的整个农业政策 你有限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你就可以来划拔 他用他有限的经验 就信口开河 再加上他有一个 我不敢说是名义代表的特性 那有点像满英公 你知道吗 现状大家说什么 哦升旗好我们尽量来做 随口硬硬的 大家听到爽就好 但是他忘了他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一讲出去 大家会马上来评估 你开了这张支票 你这个政策 他的可行性 他的合理性 他的正当性 他的效用何在 怎么执行怎么落实 他几乎就一再的重复这个错误 那为什么要重复这个错误 我简单的讲 他是从一个坑跳到另外坑 因为对韩国瑜来讲他非常知道 他如果困在高雄市政府 议员咨询他他死了 因为真的是变成韩总基草包 所以他要脱离市政议题 那他认为选举造势 政治语言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要爬爬走 但现在爬爬走走没路啊 地方派系可能不动啊 那个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啊 那更要面的是公开任何一个行程 现状有人啊 欢迎一下他就硬他就讲 结果呢 随便讲讲随口说了就算 结果从一个不熟的市政的坑 跳到另一个国阵的议题 讲出来又是被打脸 又是非常草包 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错误 那重复这个错误怎么办 那是善后团就出来善后 结果善后的结果 大家觉得非常的牵强 那也不是幕僚不管他 是嘴巴掌在他身上 董卫书就说出去了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也就是说准备不足 本身的那个 那个对国阵的那种稳定度 乃至于在乎在意 那种稳重的程度也不足 那自己本身又游侠性格惯了 很漂白的 他不是一个人 他在搞一场选举 他当国家领导人 所以他会错误百出 也就是说因为他唬烂惯了 那也就是为什么 从年轻的选民到中间的选民 大家对他就是摇头 而当选民看不看你卡手 我坦白讲 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他从一个很高点 大家觉得很新鲜 对他很高的期待 到满满小红 到有一天过了那个临界点 让自己从神话变成笑话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出任何一个包 就会被放大解释 也会被仇弄 也会被大家好好的问 再来啊再来啊 那这个既定的印象 让他的不信任感很深 他又不去加强自己的本质 那结果就是有点 这个老实说 有点恶性循环 那就辛苦了我旁边的 我讲清楚 我讲清楚啊 你辛苦了善后团 不会不会 好谢谢梅姐 我们更多讨论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向前行 总统蔡英文 要拼2020连政 他今天从早上开始 都在台中跑行程 我们来看看现场最新画面 第二位是我们公会学者 厚完会 是我们蔡秉坤 蔡会长 感谢 来我们看到了 公众到底 这件有纪念的上 第三位是我们公会学者 厚完会 我们廖永活 廖会长 蔡英文 大地乡土光台后援会 我们的总干事 卓宗华总干事 蔡英文 蔡英文 董算 第五位 我们苏国产业后援会会长 杨明斌 杨会长 蔡英文 董算 谢谢 第二位是我们原肯隆后 员会我们的会长 曾德总 曾会长 总统授起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接下来有机产业后援会 黄朝廷 黄会长 请总统授起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接下来是我们绿能产业协会后援会 吴震斗 吴会长 总统授起来看到了 请总统授起来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董英文 是我们食品安全产业后援会代表 张瑞文 张代表 来总统授起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感谢 下来是我们青年农民 后援会 我们的刘 玉林 刘会长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过来是农业活力化后援会代表 陈中杰 陈代表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过来是我们水果采越后援会 会长黄敬良 黄会长 总统授起 董英文 动算 董英文 动算 过来是我们青农合作社后援会会长 谷明宏 谷会长 真的真的很年轻 来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再来是我们杰出农民协会后援会会长 施青雄施会长 来总统授起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谢谢 谢谢 感谢我们的会是这些机会长 真正 我们看头像 我们的农民 稻米产业代表 我们的李九庆李代表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原来是我们茶叶产业代表 陈柏山臣代表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蔡英文 动算 下来是我们杂粮产业 造极人 李孤 自飞 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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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今天南下台中主要还是要抢农民票 那么其实韩国瑜他昨天去到云林的时候 也跟在地的乡亲搬干净 当然农渔民对他来讲也是很重要 那先问一下昆臣议员 在农民票这一方面 你觉得蔡总统他的优势在哪里 因为现在执政党嘛 那所以关于农民的照顾 我想从去年的先市场选举 我们一些农业政策 的确有受到农民的质疑 那农委会的相对应的这一个 表现我老实讲也不是很好 所以那时候在农业县的部分 其实我们选得很辛苦 后来云林也掉了 那台南也选得很辛苦 那高雄就直接就掉了 那所以说 经过去年的先市场选举之后 其实民进党就认为说 农渔民的这个选票 大部分其实老实来讲 云嘉南 大部分支持民进党的反应就居多数 那为什么在上次先市场选举的时候 农渔民好像对于民进党的执政 或者说对于一些农业政策 感觉上反应比较缓慢一点 我想这个去年先市场选举之后 都已经有做了调整 那这个蔡总统也很重视农渔民的问题 所以除了这一个 我想除了北部之外 它的中南部 它跑得很轻 它就是希望说 在中南部这个在跑的过程当中 能够第一线听到这个农民的声音 那我看了这个农委会 它也有很多相对应的一些政策 来照顾农民 所以我想说对于农渔民这一块 去年的先市场选举 让民进党知道说这一块真的相关的政策 或者说相对应的一些不实的谣言 真的要马上去澄清 因为其实像去年有很多关于农产品滞销 丢到河里面 水库里面那些不实的谣言 对民进党来讲 真的吃了很大的亏 所以这部分的话该做的 有做了哪些东西 赶快跟农渔民讲 那不实的谣言 就赶快要赶快去做澄清 那所以这一部分我相信 这个蔡总统或是现在的苏院长 会做得很好 也会把这个农委会 我想会盯得更紧 那因为这个韩国瑜 他当过北农的这个总经理 所以他对于这个农产品的预销 或是他们在云林 本来就是在跟张家 本来就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一块 我相信他们也掌握得还不错 那所以这部分的确 如果就农业政策来讲的话 韩国瑜他开了很多的 这个有关于农业政策的支票 其实在去年 他说当选市长之后 去哪些国家 然后签了多少MOU 那其实现在你一个去检视 其实都跳票 那时候现在高雄市的议员 检视问了农业局 就是说你们去年当选之后 然后去签了多少MOU 那现在到底实践有多少 其实很多MOU都跳票 所以我刚刚听到原子讲说 这个青年创业基金又是有MOU 我还听到MOU就等于是跳票 因为你后来都没有做实现 所以就这部分来讲的话 我相信过去那一年 大概或许相信说韩国瑜所讲的 高雄发大财 可是这一年来其实高雄 并没有发大财 所以他现在讲了很多的政策 其实开始民众会去检视 因为他不是素人 他现在是高雄市市长 所以你从他高雄市所做的 不管是对于农渔民 对于青年 或是对一些市政的一些政策来讲 其实大家开始在慢慢就检验了 所以我们才讲说 很多的支票都已经跳票了 那对民进党来讲 其实现在就是稳扎稳打 因为执政你必须去了解说 到底大家的现在或许不满的东西在哪里 那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蔡总统或是苏院长 其实我认为对于基层的这些反应 像我们常常会说到赖的一些群组的一些 不管是政策也好 或是说澄清也好 其实我们都马上在第一线 就赶快再做处理 那其实今天除了蔡总统在台中之外 其实赖清德赖院长 他今天早上去台北龙总 去看了于天女儿 因为现在二女儿在龙总做化疗 那其实赖院长他从国外回来之后 第一个行程其实就是到于天那边 因为他知道说于天他现在在三重的选行 真的是很艰辛 可以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那所以他用个人的身份 然后到于天的女儿那边去了解一下他的病情 那也希望说这个台北龙总这边 能够给予最好的照顾 那另外也是关心于天的选行 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那边 三重选行现在比较复杂 所以他也替于天来担心 在三重的部分的选行 所以其实赖院长有很多人讲说 那现在蔡赖配的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不用急 其实我们从行动来看 蔡院长整个行政部 蔡总统还有苏院长整个行政部门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市政国政的节奏都处理得很好 那至于赖院长这部分的话 我想他会用个人的身份 或是说党有教大家什么任务 比如说到国外去海外去助讲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 我相信对于立委的复选这部分 他也都不会缺席 而且一定会站在第一线 所以两个人现在是分境合集嘛 那蔡总统今天是在台中 赖清德在台南 我们先来看看 蔡总统在台中的最新现场 因为我们都没有减充 还有一天一天在情价 我们下来所有的郝酸林 等这来成台 有我们的洪志佑洪委员 陈秀宝委员候选人 另外还站另外一边 谢谢 待会再有我们的最新介绍 还有兴趣事团 我们是不是 照我们的相手 我们来欢迎 我们台湾 最爱打拼 最爱照顾我们人民 保护我们台湾土地 卓英文 你这拨下来的快乐 我们再次去摇摇摇摇摇 来欢迎卓英文中口 很感谢大家 今天来台中 来参加我们的厚安会 我知道厚安会 本来没有这么多人 这间的房间 本来也没有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都坐这碗碗 旁边还有用站的 外面还有人会坐的 我感觉很高兴 也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来串民加油 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参加 可以成功 可以帮大家够多时间做 够多的事情 大家说是吗 是 謝謝 所以今天特別感謝我的老長官 前財政醫長張俊雄 我的老長官 特別感謝李金龍造極人 前農委會主委 還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君兵爺 我們臺灣議員來參加我們的後援會 其實是我們的後援會的總會長 以及今天農委會主委成績座 以及來自全臺灣農業界的先進 好朋友 臺灣大家好 好 我看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有很多農民運動資深的幹部 還有農業界的善宵 的好朋友 都聽出來 我真的覺得很高興 也很感動 也要向大家設計一些感謝 我特別要向大家說 我們這次 李空李空的選議 對臺灣是很重要的 也希望這次的選議 大家可以發展 我們可以把最大的力量集結起來 讓我們這次的選議 可以典現臺灣人的議題 典現臺灣人的選舉 讓我們可以對世界大聲說 說臺灣人要保護主管 要保護民主主流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這次要向大家說 我們這次的選議 像七十幾天 這七十幾天 是很關鍵的七十幾天 選議是這樣的 像還沒倒下去 像還沒開場 我們都不能說 我們是一定贏 還是一定贏 所以我要向大家拜託 這七十幾天 我們金座會 我們把所有我們可以進出的票 我們都要進出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也要向大家說 這次的選議 對臺灣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次 這次的選議 我們的選舉 是要繼續有臺灣主管 還是我們要開始放在一個軌道上 一個被統一的軌道上 所以這次的選議 是很重要的 也希望我們這次 大家都去投票 這樣投票 然後趕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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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農業 不想向大家報告 民進黨從創意黨以來 最支持民進黨的 就是我們農業界的朋友 民進黨一向 對農業界的朋友 也覺得是我們最愛去照顧的資源 我們的基督 所以我們有很多政策 都是為了我們的農業或農業界 在打招的朋友 我們可以表達我們全台灣的人 對他們的感謝 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政策 或是國家的幫助 讓他們做努力 當時可以更簡單 更方便 而我們的選舉可以更穩定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是 所以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是我們第二次的這個 也就是第一次 我們的國會過關 所以這幾年來 我們是很努力 也希望我們會做的 我們盡量做 我們要趕快做 讓農民可以得到國家的照顧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想過 要向大家報告 但剛才我們的陳吉仲 我們的主委 應該是有跟大家說很多 這幾年來做的事情 不過我要向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照顧農民的心 是很強的 所以 我們三年來做的一項事情 要特別的代表 就是農民福利的事情 我們這三年來做一項事情 就是農業的植栽保險 就是我們做餐的時候 我們有保險 我們有保險 來幫我們報告 讓我們覺得 如果是去到餐 或是需要醫療照顧 我們有保險來幫我們幫忙 我們也開辦農業保險 以前我們要收成的時候 已經有天災事變 我們的收成都沒有了 所以國家就補償 現在 除了國家補償之外 我們還有保險 我們已經開辦了差不多 有多少項的保險 有16項的保險 我們持續的會擴大這個保險 讓我們客廳吃飯這項事情 可以把我們的風險 可以降價和送價 所以我們的農業保險 我們要持續地做 另外這項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的農民有老農津貼 不過我們希望農友 退休的時候 就跟我們的勞工一樣 跟我們其他部門的一樣 都有退休制度 大家有退休金可以領帶 說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這就是真正要從制度改革 來照顧我們的農民 在農民退休以後 跟其他的產業一樣 都可以有退休金 有年金可以領帶 說好不好 好 另外第二點 我這段時間以來 我去很多地方看 也去參加農業災難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農友在跟我說 我們有很多廠商在跟我說 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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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